我们看到了法国精英教育如何用最多的资源来培养最优秀的学生 但你可能不知道 法国向中台湾学生的数理能力 从2006年开始提供法国高等学院预备班的名额 给高中应届毕业生 只考一科数学 通过的学生会在法国在台学会的安排之下 先上八个月的法语课程 隔年到法国之后 预备班两年学费全免由法国教育部来负担 两年之后考取高等学院的学生 还可以依照家庭收入向学校申请学费减免 另外还有丰厚的奖学金 让这些学生几乎不用负担生活费 就可以就读一流的高等学院 用这样的方式来抢人才 今年下来已经有至少19名学生 全往法国去念书了 像是刚刚提到的巴黎综合理工 目前就有至少三名台湾学生 他们都是可以进台大 或已经念了台大的数理资优生 但因为法国政府优厚的奖学金 以及精英教育的制度 让他们都决定放弃台大 我们就带您来看 法国怎么抢台湾的一流学生 体育馆里 一个个学生穿着道服 正演练柔道技巧 为了制服对方 脸色胀红 衣服也拉得一团乱 有人鼻梁受伤 还是不改拼劲 另一边 两两对战的西洋舰舰手 聚精会神地找到最佳时机 初舰攻击 丝毫不放松 六位中已经迈入暑假 但强调体育精神的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仍有不少学生留校锻炼 其中也包括许多优秀的国际学生 像是来自台湾的张迪彩 高雄中学毕业 笑起来有一点汗后腼腆的他 原本申请到台大物理系 但参加了法国高等学院预备班 在台的征选之后 求学路就此转弯 我是有见面 然后还有讲学景 他会根据家境 就是这个学校会根据家境 然后就是 对你可以申请 就是说台湾的工资 比法国人低 所以他们会纳入考量 然后就是帮你减免这样子 张迪凯刚到法国时 念了两年的预备班 每年约台币七十万的学费 全部由法国政府买单 考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之后 除了学费减免 每个月还有六百五十欧元 大约台币两万六千元的奖助学金 让家境普通的他 不用担心生活费 可以安心留在法国求学 高等学院念四年 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和工程师文凭 还能多学一种语言 种种诱因 让他放弃台大 像张迪凯这样 被法国抢走的准台大生 还有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宏林 他原本保重台大数学系 也在争选后 选择到法国念书 虽然离家千里 凡事得要自立自强 还得克服语言的障碍 但这群台湾孩子 也会找时间聚会 甚至包粽子过端午 彼此加油打气 不过其中最令人讶异的 则是台大医学系学生 李月宁 不过就是跟科学研究 要自己去找问题来讲 相较实际很多 然后一方面是医生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发展空间 像有些人到最后 也是去做临床研究 身为大学指考二三类组榜首 学医对李月宁来说 是较为简单的选择 他不只念医学系 还双修工程系 而且一进台大 就打定主意 要出国当交换学生 开始补习法文 2012年要升大五之计 他如愿交换到 巴黎综合理工来念书 就是资源的取得非常方便 就是跟老师说一声 就可以到国家级研究机构 去做实习了 然后就觉得感觉 真的是差很多 因为在台湾的话 我们我觉得要进实验室 都要自己非常努力争取 现在李月宁 在法国原子能研究中心 CEA实习 担心做实验太难的顾虑 早就烟效云散 一年的学习和思考 他决定要留在法国 攻读天文物理研究所 拥抱他从小的科学梦 就我身井上有一些问题 而且一方面 我因为我很晚深情 然后就是要深情奖全性 也不容易 他就帮我联络各种人 想办法 我就觉得好有弹性 不止砸钱 更挹注所有资源 让优秀学生愿意留下来 这样的弹性 也难怪李月宁 陈鸿林和张迪凯 都甘愿 放弃台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